另外莫拉克风灾建满五周年 受灾乡亲的生活现在过得如何呢 专题报导要带您前往山林大爱园区 看看部落乡亲的生活 一方面他们很努力地传承原住民文化 同时大家也很努力地环保腾大地 打开家门布农族的张瑞云让我们参观他的家 爸爸风灾后他和家人离开桃园区山上的家 住进慈祭圆建的永久屋 屋内外还保留原住民的图腾和摆饰 很棒的感觉 这个家是人家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钱 才可以让我们盖这个房子 所以只有我有能力的话 我也要帮助别人 环保回收车一早就开到张瑞云的家门外 要来再回收物 这些都是他利用晚上的时间 挨家挨户收集来的 晚上我有时候点到11点 有时候我就想说早上不用钱 可是还是睡不着 既然要运动 我这样走也是运动 然后我就再绕一次 我想一直做做到眼睛闭起来 跟着回收车来到山林环保教育站 庭园市的木造建筑是用八八风灾冲刷下来的漂流木打造的 每周一和周四张瑞云都会邀表哥 吸赖进发一起到环保站做分类 光阿比鲁有另外还有纸 看起来都很好玩 就习惯了 平平罐罐有人回收有人再利用做成艺术品 八八风灾后从甲仙小林村搬进永久屋的刘正义 突发情想把纸箱打成纸浆涂在宝特冰上 就成了布农族的暴喜鸟猫头鹰 如果看到环保站或是我们家里回收的那个 我觉得那边很多宝物 对对对 后来就很喜欢去那边捡那个原的没有的 做好的猫头鹰刘正义还会送人 也顺便推广环保观念 能在八八风灾后死里逃生 又住进永久屋 让他体会到尸体兽更有福 如果我们去做东西给别人的时候 那是幸福的 现在才能体会了以前 尸体兽更幸福 当下尸体兽更幸福了 当下尸体兽更幸福了 不能 还有身受 你看这样采探 这有信啊 在云民广场的这座猫头鹰 也是刘正义利用铁丝网和纸浆做成的 除了随处可见的大型猫头鹰装置艺术 园区里的原住民工作室 更把猫头鹰做成精致的摆饰品 无形中保留了原住民文化 做了十字族群文化就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爆战功 内道山珠山像这样子 一起抱自己的所类物的啦 所丰收的 这个是布农族的八不合音 像琉璃的部分 布农族的因为是打猎民族 所以用山珠牙代表勇士 不用说下雨天怕路不同不能下来 所以住在这里不错 在慈济原建的山林大爱永久屋里 环保交易站推广环保回收 让园区居民有舒适整洁的居住空间 也保留原住民文化 并且将文化和产业结合 八八风灾后 居民有了落脚地 在这里重新建立家园 扎根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是历一日公主